你知道今年春夏爆款的包包有哪些嗎 如果你還不知道你今年想要買哪一顆包的話 這集必看 香奈爾蒂斯每個女人心中最夢想擁有的一個包包 2019春夏最新出的就是 直式的BOY CHANEL 原本的BOY CHANEL都是這樣橫的 但是它今年做書這樣直的 感覺是它的線條感覺更修長 然後更年輕的質感 因為包型還是BOY CHANEL的包型 然後只是變成直的 所以有兼具經典跟現代的那種味道 然後因為它還蠻小巧的 所以背起來其實是有點可愛 然後比較年輕的感覺 這一款這個表面是這個斜紋軟鈴的材質 就是Tuit的這個材質 也是香奈爾最經典的這個布料 其實裡面空間蠻大的耶 它有兩格 裝下我覺得中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長夾可能就裝不下去了 我們看一下Pulse的 Pulse的手機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它的扣環也是跟BOY CHANEL是一樣的 鏈條的地方呢 也是跟BOY是一樣的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斜杯或者是上肩杯 然後因為它這款款式非常年輕 然後它的包身是修長 所以很有修飾的效果 我覺得你穿很輕便 或者說你把它穿到海灘啊 或者是穿去度假我覺得都很適合 那Fendi的這款包呢 相信大家不陌生 它就是Pickaboo 但是今年的Pickaboo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它多了一些很多的口袋 因為呢Sylvia Fendi她自己說 她在設計的時候呢 因為她想到大家都會把口袋放在包包裡面 所以她這次想要做一個顛倒過來的設計 把包包的裡面的口袋拿出來放在外面 然後衣服上也一樣 所以你會看她衣服上面外面有很多口袋 然後包包呢她也把口袋放在外面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它都會在這下面有燙金的字喔 然後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口袋是放什麼的 譬如說它這裡寫Fone 就讓你放手機的 然後這邊就是寫Secret 你可以放一些你的很秘密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這邊就是Artist 就是你可以放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它也是有背帶的 是可以側背 中間這個扣頭呢你可以扣或是可以不扣 你扣的話就扣起來是這樣子 就看起來是比較正式的一個包包 那你把它打開來呢 可以露出它裡面的樣子 就很可愛 那我們今天這款包包呢 就是有點焦糖奶油色 所以它其實很中性 什麼顏色都可以搭 那如果我覺得它搭配顏色比較繁重 比較複雜的印花材質的 比如說洋裝囉 或者是套裝 我覺得都會很好看 那個色彩上會有一些反差感 那接下來這顆包呢 是Loebe的Hammet包 吊床包 他們這個POLAR的特別系列呢 有推出了這個草編的款式 我覺得這個包呢好適合夏天喔 因為它這個草編的感覺 然後它拼接了皮革 然後這個皮革是很亮麗的橘色 所以呢我覺得它在夏天裡面 不管你搭配什麼樣休閒的服裝 其實搭配起來都很好看 然後旁邊兩邊是有抽繩的 中間這個有一個扣的地方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真的像吊床一樣 就是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感覺 那扣起來呢 又是另外一種包型 所以它有很多變化多端的背法 跟不同的變化 或是你也可以把這條皮帶拿下來 就它就純粹變成一個手提包也可以 那裡面的空間非常大 然後又很輕盈 因為它是帆布底的 然後拼接皮革 所以它背起來非常輕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一個 感覺很輕鬆的一個包包呢 它其實在夏天裡面 你可以去海島度假的時候戴 我覺得都很適合 在海邊的時候呢 你可以穿一件綿麻材質的長照衫 然後配一條寬褲 或是配一條比較輕盈的那種沙龍褲 然後背這個 我覺得都非常有型又好看 因為聖羅蘭的包包呢 每一個包包都是用一個女生的名字來命名的 然後這個包包名字叫做Teddy 它的外型呢它是一個軟包 那它特別上面有壓印上這個 聖羅蘭他們今年圈下推出的星星的圖紋 所以就是感覺很可愛 然後很清新 所以這個包款呢 雖然它的包型是非常的輕便 然後非常休閒的 但是因為它用了很奢華的這個材質去製作 你會覺得有一種就是輕跟重的 架在一起的一種反差感 然後你看它這個包包 因為它是抽繩的 它是這樣拉開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 它是一個絨布的 就是一個小的零錢袋 然後它的 有一個鏈條是連在包包上 所以你就不用怕東西會掉 還滿貼心的設計 然後其實容量滿大 可以裝很多東西 然後這個包我覺得它最有趣 是它有好多種帶法 比方說它這個鏈帶 這樣拉起來的時候呢 它是可以側背的 那另外呢它這樣子呢 你也可以把它繞在手上 當成是一個手拿包的感覺 或者是呢 這兩個呢 你可以把它背在你的雙肩 它就會變成一個後背包的樣子 所以它有很多種搭配的方法 那因為它的包型呢 我覺得滿休閒的 所以你穿搭的時候 其實穿牛仔外套啦 或是像那種jumpsuit 就很有比較有個性的一些 穿搭的方式 或是比較 比較潮的方式 比較年輕休閒的感覺 其實都很適合搭配這個包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Burberry今年推出的e-bag 這款包 這款包叫做TB bag Burberry的設計師 Ricardo Teach 他進入這個Burberry之後呢 創作的第一款暢銷的包款 那TB bag呢 這兩個字母的縮寫 其實主要靈感是來自於品牌的創辦人 Thomas Burberry 他的名字的縮寫 然後它的logo打開的方式滿有趣的喔 是用這樣翻開的方式 這個金屬設計得非常的精巧 金屬的部分 全部都是在義大利打造的 那麼裡面呢 最前面的這一層 它有一層夾層 你可以放就是你的車票卡啦 或是你的門禁卡 那第二層呢 裡面就是會有兩個夾層 就跟一般的包包一樣呢 你可以放你的皮夾 你的長夾 或者是你的眼鏡盒啦 或是你的手機 都可以放到裡面 那最後呢 它也是有個拉鍊 可以拉開 稍微有做了一個空間 所以你這裡面是可以裝比較多東西的 那這個包款呢 因為它這個包身製作非常簡潔 外面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的金屬的穿孔 所以它這個鏈帶怎麼穿上去呢 在這裡 它這個翻開打開來 這個地方有兩個皮革的環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皮革這個地方穿過去 那現在這個包呢 它在歐美其實已經變成很流行 因為有好多明星啊 然後模特兒都有在戴它 像Gigi Hardy 它就戴著一個全部都是駝色的TV bag 它都搭配它的牛仔外套啊 牛仔褲子 那像Jessica Tristan 它有一個全黑的TV bag 搭配了駝色大衣 然後穿起來就非常經典 非常Classic LV這個包包 Gabazine 它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現的包款 它應該算是LV他們的Icon的包包 因為它今年春夏推出的這個是牛仔布的款式 所以感覺讓這個包包更年輕 然後更活潑 看起來它是一個很方正的一個包 可是它的包型非常的立體 據說這個包呢 它其實很難製作 因為它其實經過了250刀工序 然後它的所有的金屬的地方都非常的精緻 然後它在這個LV這個logo的地方呢 其實花費了很多的心思去製作的 因為它是先把這個金屬字樣建構好了之後呢 再把皮革一個一個相間進去的 所以你看它的邊邊都非常的平整 所以裡面跟外面它的finish都做得非常好 然後包括它這個扣子 扣環的地方有一個小巧思 就是也是它們的Monogon的logo 然後它故意做這個抽墟的部分呢 就是也是讓這個包包看起來就是更動感 更年輕一點 那這個提把呢 就即使你這樣擺著 它都不會塌下來 那還比較有趣的是 它這邊有一個扣環 你可以自己扣著你 你自己的隨身的零錢包或是你的鑰匙 扣外這邊你就比較不會找不到 它不會在包包裡面好像大海撈針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也蠻貼心的 側背或是跨肩背 上面是穿那種絲直的小背心 然後外面穿一個西裝外套 然後搭配牛仔褲跟這個包 我覺得就會非常好看 像這款包型呢 我相信大家在很多品牌可能都會看到 像LV 像古池都有類似的這樣子的包型 它是個很經典的款式 但是我覺得 Blasak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把這種經典的款式去融合一種 街頭的文化的風格 所以會讓這個包呢 有一種年輕然後潮流的感覺 像它在這個地方 它壓印上了這個有點 街頭塗鴉風格的 他們的品牌的Logo 然後因為它的筆觸啊 其實你看它其實它的筆觸是有一點 很隨性的感覺 那這個包呢 它除了這個外面 它把它做的比較潮流街頭的包裝之外 它所有的包型跟所有的細節 都還是依照就是比較傳統的方式 都去做非常精緻跟優雅的做工 你看像這個 它其實裡面包的就是 這個鎖頭的鑰匙 像這樣子可以把它鎖起來 而且你看喔 這個鑰匙好可愛喔 它上面還有BB的Logo耶 那裡面呢 它其實就是 它前面有一個內袋 然後後面呢 也是有一個拉鍊的小袋子 可以打開的 然後這款包呢 我是覺得它手提示比較好看 但是它其實也有附鏈袋給你 所以如果你要揹起來的話 也是沒有問題 把手的地方有兩個小扣子 所以它其實也是有揹帶 你可以斜揹它 那我覺得這款包 因為它白色的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夏天 然後夏天如果它搭配藍白色系的 或者像今年很流行的那種 暈染刷色的牛仔褲 然後它感覺不是那麼規則 然後就是比較隨性 然後比較自在一點的感覺 然後搭配這個包包 我覺得就會很有街頭潮流的個性 我覺得女生看到這個包都會尖叫吧 它非常可愛 而且它雖然很小 可是它很精緻 質感非常好耶 而且我覺得精品包包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要看它們的金屬 Cloy他們在金屬的地方都處理得非常好 你看它在這個提把的扣環地方 它的形狀是有一點由大到小的 最重要就是它這個Sea的這個logo 它其實這個包就叫Sea Bag 然後包包呢 包款本身它是有兩種皮革去做拼接的 像這個是咖啡色牛皮 然後裡面呢 這一塊它就拼接了一塊同色系的麂皮 那這個包呢 你可以手提 然後也可以兼杯 裡面的空間 雖然其實沒有很大 可是我覺得女生有時候 就為了這個包可愛 也不太追求裡面要裝什麼東西 但是我看看手機可不可以放 欸 可以耶 所以它是可以放得進iPhone Plus的 所以我覺得很OK 那它的皮帶裝上去的方式 我覺得蠻復古的 因為它是用這個金扣 所以它連這個扣環的地方 我覺得設計都很巧妙 然後呢我覺得像這麼小巧的包 我覺得女生其實穿洋裝的時候 穿連身洋裝 然後穿個平底鞋或是高跟鞋 拿這個包都會感覺很有氣質 Dior今年呢 推出了這個包呢 很經典的 包包的這個花色呢 叫做Alberic 然後它是來自於就是Dior 他們1967年時候就有金有的 這個Logo包包的包款 新的設計師他們就從以前的 以前的典籍去尋找到這款圖騰 覺得很美 所以今年就把它拿來做複刻 然後這款包包呢 它名字叫做30 Montaigne 因為Cristian Dior呢 第一次在巴黎開店 開的總店呢 就在蒙田大道30號 那為了紀念Dior先生呢 所以這款包的名字 就叫做30 Montaigne 那這個包包 它其實包身就是很經典的 一個長方形的方包 那它最特別的地方 是在它這個Logo部分 DiD的這個Logo 是全新設計的 然後它的包包打開方式也很特別 它會直接彈起來 包包裡面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 它有一個夾層 然後裡面就是很基本的一個大的空間 那後面有一個拉鍊的部分呢 是可以裝一些比較私密的東西 皮套的地方呢 這邊有身份的驗證 然後燙金的這個Dior的Logo在這邊 那在這個皮革部分 它還有浮雕了這個 Sense Montaigne的這個字樣 它在鏈帶的部分呢 雖然是皮帶 但是它在這個扣環的地方 它是採用了軍用的那種 腰帶的一個概念的設計 所以會感覺這個包包呢 特別的有個性 我們要介紹這個BV的包呢 是他們最新上任的創意總監 叫Daniel Lee 他幫BV創作的第一款包 然後這款包叫做Punch 你看這個包我覺得它好可愛喔 它很像一朵棉花糖的感覺 然後也像雲朵一樣 所以也有很多人叫它雲朵包 最厲害的地方是它的這個抓皺做得很好 然後它其實下面其實是軟包 但是它是個這個骨架 它這個骨架是很硬挺的 就算是中間沒有塞東西 它還是很有一個型 那像我們今天這款包呢 它是辣椒紅的 然後表面是用這個品牌最經典的 皮革編織小牛皮去做的設計 然後這個包打開裡面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然後其實什麼東西都塞得下這樣子 那這款包呢 雖然它沒有任何的背帶 它就是一款手拿包 然後你可以手拿著或是就是抱著它 在時裝周的時候看到很多的部落客啊 很多的編輯 他們就是穿得很簡單 然後手拿著或者手抱著這個包 我覺得就非常時髦非常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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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